人家是三代都在当志工 尤其他的老父亲已经快要90岁了 现在还在当志工 每天还是都会帮基金会周围去寻寻看看 有没有哪里需要他帮忙的地方 然后所以人家都会称为老坛主 就是老先生非常非常可爱 而且他还会讲出一些让人家觉得很感动的话 他只要看到现代的人 有点言语有点出错 会有点不太恰当的时候 这老先生 翁老先生也都会出口来规劝 说话了这个人 而且会导正他的行为 所以你看三代同堂都能够来当志工 真的很不简单 而且翁子行长他不只在家庭非常和乐 同时他的失业也非常好 但是你可以相信吗 他已经没有做失业已经整整30几年 他那时候下定决心要当志工的时候 他就把整个失业交给专业经理人来经理 那他就专门来当这个志工 所以他就带动了从事基金会的很多的志工朋友们 成立了很多的关怀据点 同时也为这个县政府举办了非常非常的活动 那这仅仅这是因为他也觉得说 原来从事基金会的这个黄董市长 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得贩让他学习 所以这个从事基金会翁子行长也遵循着这个黄董市长的这样的一个得贩 来把这样的这份爱呢带动给整个社会的这些志工 也整个身为这些朋友 所以呢本着这个黄董市长的这样的一个慈悲的这个想法呢 这个翁子行长呢也想说好 我一定要呢追随着这个黄董市长的脚步呢 跟着他一起来做这个公益 所以目前从事基金会也很多很多的志工 都有在从事这个社会公益的事情 所以你看不仅是带动自己的家人 同时也是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友谊 想要去当这个志工的朋友 所以你看哦 他们这样子也等于是让他们家庭非常和乐 而且都有共同的话题 所以若是你想要让家庭更加和乐 叫做什么当志工 对不对当志工是可以让家庭非常和乐的 你可以邀请你的爸爸妈妈去当志工啊 去帮忙老人啊 或是呢去帮忙这个育儿院的孩子啊 等等的都可以算是志工哦 好吗 好那所以说这就是二十五之七的这个 祖孙三代同修道 增加相处机会也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这个二十五之八哦 二十五之八就是小孩有良好规范 老人有成就发挥 再来一次哦 小孩有良好规范 小人有 小孩有良好规范 老人有成就发挥 来告诉我们说 一个小孩子 他从小的规范是很好的 那他在老龄生活当中呢 他也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个规范 能够去怎么样 立己立人 因为他有这样的很好的思维 很好的规范 相对他所教育出来的孩子 甚至他所引导出来的这些 他所谓的底下的这些人啊 他在公司航行所带领的这些人 也一定能够非常非常的观念正确 而且对这个社会是非常有利的 所以我们来看哦 我们曾经就知道说 其实若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去帮别人做很多事情 那说不定我们有更加的能力 可以去带动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社会风气更好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 有一个人他就曾经说过 他说其实我要感谢哦 我要感谢这个社会带给我一个 带给我一些温暖 但是我要感谢那些什么 我也要感谢曾经带给我伤害的人 因为曾经就有一个中医师 他就说了 他说他以前是一个搬货运的年轻小伙子 那因为有一天呢 因为搬货运要搬很多东西 然后呢搬不动嘛 他就想说哎呀我要坐电梯这样子 结果这个学校的管理员就跑过来跟他说 他说这个电梯哦是给教授做的 不是给你这个搬货运做的这样子 哇当然要对他的伤害非常大 于是呢他回去之后呢 马上哦怎么样就下定决心说 好从今以后我不再送货了 他就马上去书局哦 买了很多的参考书回来 自己用功念书 哎果不其然 在他这么认真的就让他考上这个医学院 也让他如期的当上这个医师了 哇那这个时候这个老医师呢 现在在回想他之前的这段过程呢 他觉得说没错 我种种的过程都要感谢这个管理员 因为他的一句话刺激到我 所以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可以重新去面对我自己的人生 所以其实自己在告诉我们说 其实面对挫折 接受挫折 其实也是有它含义的一个地方 若是你没有办法去接受挫折 其实你也等于就是没有办法去正式的 面对你自己的人生 所以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说 若是我们小时候有良好的规范 长大之后 或是老年之后 我们一定有更大的发挥哦 那就像这个孩子一样 因为他小时候妈妈把他教得很好 有面对挫折的这个勇气跟力量 所以他当他听到这个管理员 跟他讲很负面的这句话的时候 他反而能够化悲愤为力量 去买很多参考书 然后去报考这个医学院 以至于让他自己呢 后来也变成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医师 所以每个人都要面对挫折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若是每个人都能够 当你面对到挫折的时候 能够像这个医师一样 有这么一个正面的一个想法 跟正面的一个观点的话 那相信你的过程 人生过程一定会过得非常非常的平顺哦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25之9 相同目标来奉献 修办真心不虚问 若一个共同的家庭 有一个目标来学习 那有共同的付出的团队 那相信我们这样能够带动我们整个家庭 能够非常和乐 同时能够带给这个我们的家庭这些孩子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的一个 所谓的概念跟服务的一个机会 因为小儿子都是懂得服务别人 长大之后 他自然就去服务别人 他不会觉得说为别人做事情是一种 所谓的 我有付出我就要回馈 他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所以若是我们小时候能够让孩子 若是你们小时候能够跟着爸妈去服务别人 然后呢也能够 也能够让你自己很诚心的去服务同学 以后呢你就会变成你们这个班级 甚至这个团队呢最受欢迎的人 对不对 所以要记得哦 懂得付出 自然然人家就会接受我们 懂得付出 自然然人家就自然然之后就变成别人在服务我们 所以要记得哦 有一个付出的团队是值得我们去努力的 而且在对待人当中是要真心不虚伪的 好吗 好 接下来就是二属之时的部分 二属之时就是身为人媳食药角 屈中调节显得美 好再一次哦 二属之时身为人媳食药角 屈中调节显得美 再告诉我们说 一个最后面再重新再回来 回到这个公婆上面能见效的这个主轴 再告诉我们 一个媳妇若是一个能够做得好的话 她其实是一个整个家庭的一个润滑剂 是婆婆跟儿子之间的这个桥梁 因为呢 这个媳妇若是能够当儿子跟这个婆婆之间的桥梁 那这个家庭一定会变成非常非常的和乐 而且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让别新鲜 但是若是这个媳妇呢 没有办法当这个润滑剂呢 哇 那这个老公可就惨了 这个老公就换成这个老公呢 要当婆 要当妈妈跟这个太太的这个桥梁 滋润的桥梁 哇那这个时候这个这个丈夫呢 可就头大了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一个家庭若要和乐 应该是从谁开始做起 从我们自己开始做起 那就像若是一个家庭 最重要的是什么 妈妈对不对 妈妈跟妈妈自己本身做得好 跟婆婆相处得好 一定能够跟老公也能够相处得很好 所以记得啊 你要说家和万事兴啊 之后呢 你要是看到妈妈呢 好像又在对婆婆 或对这个 对阿公阿妈有什么样的怨言产生的时候 你一定要跟她说爸爸妈 你一定要跟她说妈妈 你是家里最重要的润滑剂 没有你 我们家是不行的 所以呢 你一定要呢 当我们这样 我们家这个润滑剂 而且担任最重要的角色 然后你的意志 一定要很坚定哦 然后你对这个阿公阿妈很孝顺的话 这样相信 相信呢 我们家一定会非常非常和乐 要用这样的正面去鼓励妈妈 让妈妈对这个家的付出 能够更加的能够投入 那这样子自然然 你又不会有好日子过 有 你的家里又过了非常和乐 对不对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手术的 公婆上边能尽笑 好 那就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